最近韩国娱乐圈的女艺人也是频繁低吞上市,先是俊荷拉与男友牵涉不断,而前男友报警后,表示,俊荷拉是明星自己没有打她,让俊荷拉名气不再恢复从前,不知道这个男人是不是故意这么对俊荷拉小姐姐的。 在有俊荷和金小忠的恋情曝光后,所属修Q发表声明已不再恢复信任,没有将两人辞退,俊荷和金小忠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,俊荷拉与俊荷都算是韩国二代女团中,在组合比较有人气的爱斗,如今双双受到这样的待遇,也是有些令人心疼,俊荷拉的事情一失半会解决不了。 所以俊荷是目前来说,比较让人心疼的一人,俊荷在离开俊荷后,公司的股票有了明显的下降,即使这样公司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,看来公司是真的很伤心了。 在15日的2018 DMCF中,俊荷新语团格带来了俊荷所在组合4minutes出的曲舞台Hot Issue,不知道是不是要彻底告别俊荷? 虽然Cube是去了渲染,但是妻女团的势头还是很稳的,尤其是小狐狸全招言,一直被誉为小渲染,声线与气质都有渲染的风范。 而Hot Issue,这首歌也被他们演绎的恰到好处,这首歌由精烈的节奏和强烈的打击人组合,是一种充满野性与性感的歌曲。 既有试棒,也有精实,这首歌在produce101中文组表演的时候也被两组的成员表演过。 一组是以崔友情为中心的年纪都很小的队伍,另一个则是充满女性没以队长黄秀妍为主的成熟美舞台。 崔友情虽然拥有反转魅力,但是因为和队员要搭上,所以从总体看起来比较青春可爱,黄秀妍的对则是展现了另外一面,激情与野性并存,两版的视觉感受都比较耐人寻味。 不过黄秀妍版的Hot Issue,因为一个动作让网友看到了他们的不一样,黄秀妍用手聊衣服的那一端,真的是让网友直呼看一百遍都不会腻。 4Minute版的最原始也最经典,Gardle则是拥有力量与舞台感,崔友情对可爱有余但是少一两点韵味,而黄秀妍却能因为这个舞台而被大家记住,说明在这首歌的眼里上面她是温盈,虽然黄秀妍被淘汰了没能出道,但是这个舞台让人忘不掉。 现在炫耀不再Q不过意她目前的发展来看,地位还是无人可以哈动的,也祝福新女团Gardle可以一直走花路,期待中国姑娘宋雨琪,叶淑华。 我们下期的第一条舞台,在这一条舞台形中,就没有一条舞台并且走到哪一条舞台打f宋头。 感谢观看